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自财投资学会》举办的 《技术走势分析》专业课程的推广片段 我们的专业课程来说分别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基材理论 一个是实例简估篇 里面还有一个软件是附送 让大家再练习之用 想知道这个课程有什么学得到 先看我们的解释片段 其实在《技术走势班》里面 在基材理论里面学到什么呢 第一学到图表方面的分析 这些图我们叫什么图呢 阴阳烛 里面有红色有黑色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红色代表低开高收 黑色代表高开低收 里面有个特别含义 而且在图表方面 有时会讲一下形态走势 什么叫形态走势呢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叫头肩顶 这个头部 左肩 右肩 我们画颈线来做分析 这个呢 颈线 跌破颈线会怎么样呢 跌幅会深 跌多少度 有得计 有时我们会怎么样呢 画走势线 什么走势线呢 这部分 这个叫什么 叫阻力线 这个呢 叫支持线 升破跌破来说 也有所谓的意义 升破 可以升得很快 力也很大 跌破来说 跌得会深的 这些呢 有时做满马里面 十分之有用的 有时我们会计下数 计什么数呢 有时大家会听见波浪理论 波浪理论里面 其实挺好用的 还有里面有一个叫黄金比率 什么叫黄金比率 我们在这里看回 谷底 到一个顶 当中每一次回落 下多少度呢 有时你听见0.382 0.618 就是这些意思的 这个来说就是说图表的 数据分析是怎样呢 在这部分 数据来说 我们会讲及到一些平均线 有时平均线里面有简单平均线 加权平均线 代表不同意思的 还有我们会讲及到MACD 这部分 MACD看看 有时MACD讲及到 一个双牛讯号 双红讯号 牛红讯号 红牛讯号 红牛讯号 代表什么意思呢 升中有跌 跌中有升 另外还有一些叫DMI 动向指数 这些有正DI 负DI和力度的显示 这些叫做数据分析 对于你有时有帮助 讲述什么叫入 什么叫出 目标价多少 这部分来说 就是我们一个基硕理论里面 会完全讲完 令你不懂变了息 好了 学了之后 如何选择股票呢 就是通过一些图例 图例里面 我们会看一些重点的股票 有时用不同例子来说 例如一些蓝筹股 这些不同的星星跌跌 如何做一个实例的分析 有时做走势万马里面 你学了 你懂得活学活用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也会讲及到 如何选择一些移动股 有时有人说 这些移动股很厉害 升几倍 那怎么选择呢 通常我们有一些条件 去找一些股票 这部分会这样做法 按一些键 很简单 按来按去 按一下 你会发觉 会跟你找股票 这部分 你见我 按下了 好了 執行选股 它会跟你找一些股票 找一些移动股 当然 你如何选择一些条件 如何编排 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移动股 选择之后 又要如何呢 再加人工智能分析 如果不是 都没有效果 这些来说 清楚告诉你 学习这个班来说 相当之有帮助 对于你入市 会有一个方向性 大家想报这个班 留下日期了 日期 时间 有上午班 有晚上班 这个课程来说 会教你学得到 何时入 何时走 目标价多少 会帮到手 所以大家不要错失 这个学习时机了 留意一下 记住报名了 好 拜拜